他们大声呼唤说 和撒冷大卫的儿子 这是非常可笑的 因为耶稣进入耶路撒冷 是以他们称这个为 一个胜利的进入耶路撒冷 可是他进世纪耶路撒冷 就要被钉十字架这一周 所有这些以色列人在欢迎 耶稣基督说和撒冷大卫的儿子 欢迎他进来 可是在同一周到星期五 他们将会呼喊 钉他为十字架 钉死为十字架 可是耶稣今天进入耶路撒冷 这个是一个胜利的进入 因为呢 这一周的结束就是复活节 下一周日就是复活节 所以我们说这一周呢 的结论呢 他的结束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了 把我们所有的罪赦免 所以我们说 今天是苦难周第一日 终于星期日 让我们有正确的信心的心态 与耶稣同行这一周 苦难周 不仅是这一周 可是我们一生 特别是在这一周 让我们不要忘记 这一周 耶稣基督必须经过的痛苦跟责难 为了就是要给我们永生跟平安 苦难周 有很大的救赎意思 我们今天 要回顾的 一日一日的理解 通过我们的即将 星期一到周五 我们早晨有 这个崇拜会 晚上也有 这整周 我们可以说是 一个浓缩 耶稣基督 所有的救赎工作 就是在这一周发生 还有呢 这一周也是浓缩了 所有神的救赎历史的工作 我们可以说 这个是结论跟高峰 这个救赎工作的结论 跟高峰 我们的元老牧师 说这一刻 这一周 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 在等的一刻 就是从亚当堕落 到这一刻 这一刻是最重要的一刻 就是在救赎历史里面 最重要的一刻 那更重要的苦难中呢 是一个预造世界末时 审判日的那一天 当所有人将站在神的宝座前 那只能分成去神的右手或左手 就是去天国或者审判去地狱 那这不是神说 你去右边 你去左边 并不是这样审判 人 自动的 知道 应该去右边 还是左边 那这个 这个 这一幕呢 其实是通过这个苦难中 人 所有在基督时代的人 要么就是接受基督的救赎 或去左边 拒绝 救恩 在十字架上 耶稣左跟右旁 都有两个 各一颗十字架 挂在右边的十字架的 这个 这个匪徒呢 有被拯救 另外一个左边的没有 同样神的右手边的是羊 左手边的是山羊 这是马太福音25章 耶稣说的审判日那一幕 今天我们会 专注一个 两个人物 这两个人物中 有一个人物呢 想抓了这伟大的机会 走去右边 也就是得到救恩 另外一个人 对不起 这个人有机会选择 去右或左边 这是关于加略犹大 在我们学习加略犹大 这个叛徒的时候 我们要想到自己的 同样也得到 这一刻的机会选择 在很多 在耶稣基督时代的人 那一周呢 是最后的机会 要来到 来领到耶稣基督 你们呢 我们呢 我在上台之前呢 我在跟长老交谈 我们说 我们看到在世界上 发生的一切 我们看到每一个的 个人生活 还有在教会里也一样 我们能看得到 世界末时 很快要到了 不管我们预备好了 还是没有 我们都要抓好 这大伟大的机会 抓住这个机会 来到耶稣面前 我真的祈祷我们大家 能够抓住 这个伟大的机会 特别在这苦难周 这一周 我们看加略犹大 这一个人物 这个门徒 跟他的生命 首先 这个加略犹大呢 他是被拣选的 我们看 这是路加福音六章 十二到十六节 那时耶稣出去 上山祷告 整夜祷告神 那耶稣一整夜都在祷告 到了天亮 叫他的门徒来 就从他们中间 挑选十二个人 称他们为使徒 这十二个人 有西门 其中一个 就是这个加略犹大 耶稣基督 祷告了一整夜后 才选加略犹大 为门徒 使徒 你认为耶稣 知不知道他最终 会背叛耶稣呢 耶稣是神啊 即使如此 耶稣还是拣选他 爱着他 警告他 给他机会 加略犹大 不仅是十二个使徒 就所有门徒中 选出来的 所有以色列人 选出来的 可是他在十二个使徒中 也是我们说是 最精英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 最可信的 最忠实的 所以才会给他任务 作为财政的 这个管财政 管财的这个使徒 那他管这个财 财盒的时候 这个钱盒 他一定非常靠近耶稣基督 耶稣所做的所为的 他都知道 他也有差入 可是那我们要想想 为什么加略犹大 会想出卖他的老师 他的主耶稣 这一个使徒 就是这么被信心 被信 被可信的 也被拣选的 为什么这个忠实的使徒 会出卖耶稣 首先第一个原因 是因为 他不满意 而且他不赞同 他不满意也不赞同 很多学者说 这个加略犹大呢 是一些 非常 非奔图强 想要 把自己限为 给神的工具 关着神的工作 特别呢 是要 为国家 得到独立权的 所以 这个就是 这一群人 我们中文叫做 狂热者 或者叫做 所以这些人 是希望 让这个 以色列变成 独立国家的 一组 狂热者 那在 以加略犹大的 这个观点来看 耶稣是非常 狂热的 可是耶稣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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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啊 他的这个节奏 还有耶稣的工作 好像没有很大效率 而且很慢 那 加略犹大好希望 耶稣能够筹款 然后让国家 能够变成 一个独立国 能够推翻 罗马国制度 还有能够 做一个改革 能够造反 能够让 自己耶稣基督 变成王 这是加略犹大的 梦想 他非常希望 耶稣能够变成 以色列的国王 可是在 耶稣的工作 他并不是这样做 反而耶稣是 跟罪人在一起啊 跟妓女 跟这个纳税的 罪人呢 一起喝酒 吃饭 然后走去的是 乡村地区 去传福音 而不是找一个 政治的 一个角度 能够爬上 耶路撒冷的 这个政治中心 耶稣基督 是有机会 作为王 记得他在 喂饱了 五千人之后 他把这个 五个饼 和两条鱼 能够喂饱 五千个人 大宋都想 帮他 当为王 那加略犹大 就是觉得 这个机会到了 这是最好的机会 让耶稣当王 可是耶稣 反而逃跑了 从这五千人 就跑了 那耶稣 还反而 这个 说话说 你要吃我的肉 喝我的血 才能得永生 那所有这些 其他的门徒 听了都吓跑了 反感 耶稣现在 就把所有 他跟他的门徒 分开 好像是一个 失败者 他现在到底 在做什么呢 那这些 发生了 这一切了 以后 耶稣在 约翰福音六章 问了他的门徒 这是约翰福音六章 六十六到七十一节 六章六十六节 到七十一节 他 问了他的 从此 他们门徒中 有很多退去的 不再和他同行 耶稣就对那 十二个门徒说 你们也要去吗 西门彼得回答说 主啊 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归从谁呢 我们已经信了 又知道 你是神的使者 这是一个 非常伟大的一个 信心告白 那耶稣怎么回答呢 耶稣说 我不是拣选了 你们十二个门徒吗 当你们中间 有一个是魔鬼 这合不合理啊 有人刚刚 做了一个 伟大的信心告白 现在耶稣 指出的是 另外一件事情 说我选你们 对吗 的确我选了你 可是其中有一个 你们一位是魔鬼 你觉得 加勒犹大 知道自己是魔鬼吗 他的 加勒犹大的头脑 这次在想什么 那耶稣这话是指 加略人西门的儿子 犹大说的 他本是十二门徒里的一个 后来要卖耶稣的 耶稣就是警告 加略犹大 告诉他 他知道 加略犹大 心中现在开始抱怨 埋怨了 这个不满 跟这个不开乐的态度 开始影响其他门徒 耶稣呢 现在指出 加略犹大 加略犹大 其实之前就已经开始 有这个不满之心 不赞同 他的导师 让我们停一下 暂停一下 自我检讨 我们心中 有没有这样子的 抱怨的这个种子 不相信 不甘愿 不快乐 不赞同 和就是 觉得不满的心呢 我们有没有不满的心思 那耶稣也在告诉我们 我们其中有一个是魔鬼 这个不满之的心态度 就是在玛利亚 这个妇女 买了一个非常贵的香膏油 倒在耶稣的头上脚上 这个情况 是在马太福音 写的 26章7到8节 有一个女人拿着 玉瓶极贵的香膏来 撤耶稣做席的时候 倒在他的 淋在他头上 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 说为何这样 忘费呢 忘费呢 谁说呢 这个是家院犹大说的话 是他的口中 不满说出来的 而我们现在自我检讨 当我们奉献给神 当我们献给神 当我们做神的工作 当我们给奉献 或奉献时间 经历 金钱 心思 礼物 时间的时候 我们给的是什么 我们怎么样的态度给 是把剩余的 已经把所有的时间花完 最后的剩余的时间 才剩给神吗 我们是不是找最便宜的 这个礼物 交给这个 送给教会和神呢 还是我们准备 最宝贵的给神 就是 来 我们心中到底是怎么样的表示 交给神呢 这个女的 给了耶稣她的一切 这个玉瓶的香膏啊 是很贵的 加略犹大已经计算了 这个价值多少 他说是300 迪拿里 就是以色列的银币 这个是 这个 他自己判断 这个是差不多300 个银钱 这是超过一年的薪金 一年的薪水 所以你可以想象 现在 在今天的这个 这个薪水的 这个阶层 是多少 这个玛利亚 这个妇女 一定是把所有 她可以给的 她把最好的 献给耶稣基督 那现在门徒 其他门徒呢 他们是最靠近耶稣的 应该最 相信耶稣的 最好的信心的 可是他们每一个人都 翘着腿 现在在评论 这个女人 给这么贵的 这个香膏油 你觉得真的是浪费吗 当然我们作为 神的这个 福人 我们管理神的 天国的资产 不可以浪费钱 应该有智慧的花 可是在这个情况下 这个妇女呢 把她的感恩 是献给耶稣 因为耶稣拯救她 那 这个门徒并不是 给这个奉献的 反而呢 家里犹大是从这个钱盒里面 钱包里面偷钱的 这些 十二个门徒 反而现在是 这个坐在椅子上 翘着腿 现在在 批评这个妇女 我现在是哪一位 我是不是像这妇女 还是我像这十二门徒 耶稣 耶稣 什么时候 应该做 让我方便的事情 我喜欢的事情呢 门徒都同意 这个钱是荒废的 所以 我们要记得 教会 耶稣 不是为了我而生存的 我们要做这个 成熟的人 我们不可以做教会里面的客人 我们不可以做教会里的客旅 我们不可以只是找自己的欢喜 或自己的方便 要神赐给我 献给我 帮忙我 然后要神宽容我 我们的生存和存在 就是要建立好教会 为了就是要显现神的荣耀 我走到加略犹大的这个路途 就是要让我们能看到 是这个 这个 错误是从哪里开始的 加略犹大是哪里开始错的 所以让我们知道 我们自己也从哪里开始错下去 约翰福一十二章四到六节 加略犹大 有一个门徒就是在那时候 说这香哥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 周济穷人呢 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 乃一位他是个贼 又带着钱包 钱囊 又取其中的所存的 所以 这个加略犹大讲的话 好像他是在照顾穷人 可是心内心深处 他是关于只是自己的利益 他是想赚钱 得从利益 加略犹大的讲的话 好像很合理啊 就是非常合理的一个说法 是啊 三百个底拿利益 就是三十两银子 所以 要把这个香膏油卖了 拿了这个现金三十两银子 能够献给耶稣 不是更加实用吗 而不是把香膏油 倒在 倒在这个淋在耶稣头上 从你观众的角度 你觉得哪一个更合理呢 更有用处 可是 加略犹大讲的角度 并不是因为他真的想照顾穷人 他就是不满耶稣 他不满他 耶稣做的所有一切动作 他就是不满 他不喜欢 我们也要小心 在我自己心中开始不满的时候 撒旦喜欢做的就是 从不满之处呢 开工 他会欺骗我们 把我们的这个中心点 就是我专注哪里 本来是从专注神 现在专注人 那哪一个人呢 当然是我自己 这个就是撒旦工作的方式 跟他的策略和工作模式 他就是这样去对付亚当夏娃在伊甸园 现在也是这样对着加略犹大 和很多离开耶稣基督和宗教的信徒 都一样被骗 我们要从人为中心的角度 想到从神为中心的角度 我们当然很自然想到 要为自己人的利益 这个是更何逻辑 听起来也好像更加正确 可是神在哪儿 我们要自我 这个悬崖落马的时候 就是要改正自己做错事的时候 我们要学习听自己的思想 听我们自己讲的言语 特别是在抱怨 或者在做小报告 或者是在辩护自己 给借口的时候 当我谈到我怎么样被伤害 我怎么样被人家欺负 我怎么样困难 我觉得应该这么样做 我不开心 我不赞同 当所有角度是以我为中心 点为标准的时候 那应该怪谁呢 每一个人我都可以来 找来怪我现在的处境 但我觉得我是一个受害者 整个教会都讨厌我 所有其他人都是在欺负我 那我宁可就是批评这个制度 这个国家 这个政策 我永远不怪自己 我应该问 为什么我这么专注自己的感受 跟自己的思想 跟我的利益呢 当然有时候我们真的是 真的是处于下风 是因为我听错或我误解了 或我被人误解了 可是我们要自我检讨 要停止错误行为 就是从思路方面要解决 我们要问神 神啊我错了哪里 我从哪里走错离开了你呢 加略有打 可能不喜欢耶稣 怎么样的在理财 在他的这个计算里面 耶稣用钱的方式不对 加略有打可能想说 耶稣 如果你要让以色列独立 推翻罗马制度的话 你应该更加的筹款 这样才能够国家独立 所以加略有打不高兴 他不满 第二 为什么 他会出卖他的老师 就是因为他贪 约翰福音12章6节 告诉我们 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 而是因为他是贼 他从钱包里面偷钱 还有呢 提摩太前书6章20节 贪财就是 所有的 这个罪恶 让我们伤害 还有私欲既怀了他 就生出罪来 罪即长成 就生出死人 这是雅各书一章15节 还有约翰福音13章2节 吃晚饭的时候 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意思 放在西门的儿子 加略人犹大心里 当这个加略犹大 第一去这个 出卖他的老师的时候 他对记者们说什么 他没有说 我要出卖我的老师 他首先第一个问题是问 你要给我多少钱 出卖耶稣 就是为了他 他要放一个价码 所以 加略犹大打算 在这个逾越节的 最后的圣餐呢 出卖耶稣 马太福音26章14到16节 他已经得了30片银子 他现在在找机会 把耶稣呢 能够出卖 然后交给这些法利赛人 我们要看到 这两个人 玛利亚 赐给耶稣这个玉瓶的香膏油 还有 加略犹大这个使徒 玛利亚也是被耶稣拯救 他这个生命中的魔鬼 全部被耶稣驱魔了 生活大改变 从那一刻 他就一直想要感谢耶稣 他一直在想 整个过程 我应该给什么给耶稣 我应该怎么样能答谢耶稣呢 拯救我 当他把这玉瓶的香膏油 给耶稣的时候 他应该到处都提着 找着这个机会 能够献给耶稣这个礼物 这个答谢礼 当他最终找到的 这个礼物的时刻 他以全心全意呢 把这个香膏油呢 淋在耶稣头上 可是周遭的人都在讲闲话 说他的不是 评论他的这个作为 耶稣说 不要惹他 因为他是为我的葬礼在做准备 这个玛利亚是在给感恩奉献 可是耶稣把这个奉献拿了 说这是为我的葬礼而预备的 不仅如此 耶稣还说 这个女人献给我的礼物 一定要告诉所有的人 当你分享这个福音 你就要告诉所有人玛利亚做的 这个献的礼物 这是告诉我们玛利亚做的这件事情 是有非常大的救赎含义 可是加略人犹大 在今天经文中 却在寻找机会 机会能够出卖耶稣 能够把他交给法利塞人 这个妇女玛利亚把300银子买来的香膏油 想献给耶稣 可是耶稣现在就被加略人犹大 卖了只拿了30个银子 就愿意出卖他的老师 耶稣基督 香水呢 其实就是油嘛 香油 就是要把腐烂的胃 能够盖磨 盐盖 如同耶稣基督的宝血 就像香膏油一样 也涂沫了我们每一个人 能够原谅我们的罪 虽然我们不能够真正能够衡量 在那时候一块银子 一片银子的价值多少 可是一片银子差不多 是差不多8到12个底拿利 那30片银子就是差不多300两银子 意思是同样的一笔钱 这个玛利亚妇女呢 她给了耶稣基督 她把这个香膏油 淋在耶稣头上 就如耶稣基督的宝血 要淋在我们心上 这个是一个 有救赎含义的 可是同样的一笔钱 现在加利尤大想出卖他老师 你今天在找什么伟大的机会呢 今日 这个玛利亚 在找的机会是想要感恩 我们现在找的是什么呢 生意上的机会吗 结婚的机会吗 什么样的机会呢 可是我们是不是在找机会 能够跟我们的主耶稣 感谢他 跟他花一点时间 精进我们的主 让我们寻找这机会 如同这女人 这妇女 第三个原因 为什么加利尔人犹大 出卖了耶稣 就是 因为他嫉妒耶稣 很可能呢 加利尔人犹大 是从犹大区出来的使徒 其他的使徒呢 都是从加利尼地区来的 就是说他是从首都 他是从城市选出来的使徒 加利尼呢 其他的门徒都是 我们还会问 这个到底是以色列的边界 里面的城市 还是外邦人呢 郊区 加利尼的门徒是从郊区 就是从 就是在乡村的地方 所以学者呢 在推论加利尔人犹大 为什么看不起 所有其他的门徒 因为 他被选为做这个 理财的这个 拿钱囊的那个使徒 他一定非常满意 可是当耶稣去重要地点的时候 他每次带的是哪三个使徒呢 不是加利尔人犹大 你觉得 加利尔人犹大 心中会不会不满这一点 有可能 那有时候呢 耶稣在讲话的时候 他就突然之说 一个说 你们当中有魔鬼 这个也会使到 这个加利尔人犹大非常心烦 他也不满这一点 这个就是因为 他有自私 自己为中心点的 这个错误的概念 他不理解 为什么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他不理解 耶稣的工作是什么目的 他不能够从 这个错误的概念中呢 脱离 变成自己是 他自己的概念的 一个囚犯 他自己的 这个看法 的囚犯 即使如此 耶稣 还是给他三个机会 能够悔改 这三个机会呢 是耶稣给犹大悔改的 首先 就是当 耶稣在洗门徒的脚的时候 请你不要误会 我现在不是称你 大家为加利尔人犹大 你不是加利尔人犹大 可以大家一起跟我念吗 我不是加利尔人犹大 你相信吗 我希望你知道这一点 我现在不是说你是加利尔人犹大 可是让我们把自己放在加利尔人犹大的脚步 如果你是加利尔人犹大 听到耶稣这么说 你会怎么样 你会怎么样感受 你会想什么 约翰福音13章10到11节 耶稣说 凡洗过澡的人 只要把脚一洗 全身就干净了 你们是干净的 然而不是都是干净的 耶稣知道要卖他的是谁 所以说你们都不是干净的 所有其他的门徒 根本不知道耶稣在说什么 可是如果你是加利尔人犹大 你知道 你是领悟到抓到这一点 耶稣说你们大家都干净了 可是其中一个并不是干净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加利尔人犹大 你现在会马上怎么做 会怎么做 可能是巧合啦 耶稣这么说 可是你会不会心中紧张呢 心中紧张吗 你口袋里有30片银子 你心中紧不紧张 当然紧张 他知不知道 是不是耶稣知道我要做的事情了 他在说什么 第二个机会 就是让加利尔犹大 第二个机会 就是在约翰福音13章21-22节 耶稣说了这话 心里有丑 救命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 那现在呢 现在直接了当耶稣说了 你们其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了 文徒彼此对看 猜不透所 说的是谁 所以当耶稣说 你们其中一个人会出卖我 每一个人都说 是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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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对看 你可以想象这一幕吗 在这之前呢 耶稣的门徒和使徒正在吵架 谁比谁大 我比你更资深 因为我传福音给你 你才来到 跟随耶稣 那现在当耶稣说 你们其中有一个人会出卖我 你可以想到 所有这个门徒的心中在想 哇 应该是你啦 应该是你 绝对不是我 你觉得加利尔犹大 在那一个在做什么 想什么 他静静的 不出身 马太福音26章25节 正吃的时候 耶稣说 我实在的告诉你们 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 如果你是犹大 请原谅我现在把你当 加利人犹大的比较 可是如果你在 加利人犹大的 这个身份的地位 你会怎么做 你一定想 耶稣知道是我了 所以你会做什么呢 你会承认一切吗 还是你继续的隐藏 你的阴谋 如果你在想这个 你已经非常恶劣了 已经非常诡诈 你应该跪下来说 主啊 对不起 第二十二节 他们就胜忧愁 一个一个的问他说 主是我吗 每一个人都在问 耶稣 主是我吗 不是我吧 不是我吧 可是犹大 加利人犹大的良心 并没有摇动 他不觉惭愧 拜耶稣的犹大 问他说 拉比 是我吗 耶稣说 你说 的是 哇 你听到这个对话吗 马太福音 二十六章 二十五节 你觉得怎么样的 厚脸皮的人 才能够到 耶稣面前问 是我吗 不是我吧 耶稣 还肯定说 就是你了 那你怎么做呢 其实在这一刻 加利人犹大 还没有抓到 还不肯悔改 那如果我是加利人犹大 那现在耶稣说 是跟我一起 把这个饼 点在这个 这个碗里面的人 至少我会 不要把自己的手 同时跟耶稣的手 放在碗里面 对吗 可是加利人犹大 就偏偏 把手跟耶稣一起 进碗里面 拿饼 第三个机会悔改 就是当耶稣 你知道约翰 是最 耶稣最爱的使徒 他是最靠近耶稣的 那彼得呢 使徒 他就问这个 约翰 使徒 你问一下 我们的拉比 耶稣 到底出卖的人 是谁 所以 使徒约翰就问了 约翰福音13章23 有一个门徒 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 侧身 挨近耶稣 那 靠近耶稣 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 你告诉我们 主是指的谁说的 那门徒便就 是靠着耶稣胸膛 问他说 主啊 是谁呢 耶稣回答说 我给一点饼给谁 很收那片饼吗 我当然就跪下来 大呼 害怕 对吗 耶稣现在已经 知道了一切 第二十七节 这是 他吃了以后 撒旦就进入他的心 耶稣便他说 你要做的快点做 同习的人 没有一个人知道 是为什么 对他说这句话 最后 加列人的 犹大 就出卖了耶稣 就是在 格西马尼 祷告以后 这个是在路加福音 有三个门徒 跟着耶稣基督上 格西马尼花园 祷告 这是路加福音 二十二章 四十七四十八 说的话之后 来了许多人 那十二门徒里面 有叫犹大的 走在前面 他亲了耶稣 耶稣就问他 你是用 犹大 你用亲嘴的 这个暗号 卖人子吗 为什么一定要亲嘴 来出卖耶稣呢 这时有朋友 才亲另外一个人的 这个脸 一个亲呢 亲人你是要关怀的 这个一个表示 可是他用亲朋友的 这个暗号 来出卖耶稣 如果是一个陌生人 出卖耶稣 还没那么痛 可是耶稣心痛的是 他爱的使徒 出卖他 用一个问的暗号 我们来到这个会堂 我们是基督徒 坐在这个座位上 我们是爱耶稣的 我们关心耶稣 可是我们是不是 有另外一个 这个目的在我心中 这个加利人犹大 他的思想 他的策略是什么 耶稣已经在公开 告诉大家 所有的使徒 就是你啊 加利人犹大 一个正常人呢 就会马上想 我应该马上停止 让我马上悔改 啊 这个就是神自己 他能读我的心思耶 他看得见我做的一切 我们也会马上悔改 对吗 但是加利人犹大 并没有 这个思路是什么 我不需要给你答案 我相信大家都理解 在你生活中 有没有任何时刻 你知道 是在犯罪 可是你还是 一一孤行的犯这个罪 当我们知道是错 还是继续的错下去 那这样子 我们就知道 加利人犹大 是在怎么一想的 这从哪里开始呢 就撒旦 把那一颗种子 种进加利人犹大心中 让我们祷告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种子 在心中 让我们这周祷告 主啊 请你 把我心中的种子 拔出来 黑暗的种子 打出来的 不愿不满的种子 抱怨的种子 全部拔出来 神也给亚当三个机会 能够悔改 首先 首先神问亚当 你在哪里 第一 第二 神问亚当 你是吃了 智慧树的果子吗 我吩咐你 不该吃的树 他现在直接 在点亚当的罪了 还有第三 当神问夏娃这女人 因为女人已经 跟亚当合为一了 你做了什么 我们呢 有多少个机会 能悔改 做结论 加略人犹大的 结论 我们知道在 马太福音 二十七章 三节 当加略人犹大 这时 卖耶稣的犹大 看见耶稣 已经定了罪 就后悔 把那三十块钱 拿回来给 祭司长和长老说 犹大就把那些 银钱丢在店里 出去吊死了 使徒行传 一章十八节 这人用他 作恶的工价 买了一块田 以后身子扑倒 肚铺 崩裂 肠子都流出来了 这个就是 加略人犹大 发生的后果 连他想掉紧 自杀的那棵树的树枝 都断了 所以他跌在这个地上 连他的肚腹都 裂开来 肠子流出来 这是好恐怖的 一个结局 就是因为他 出卖耶稣 没人逼他 出卖耶稣 他自己走错路 就是在这苦难中 发生的事情 世界末世也会一样 我会走哪一条路 我会选择哪一条路 你不觉 不是在审判日才做决定 你现在这一生 就开始在做决定 所以 我们要想到 这个玛利亚这妇女 找的伟大机会 是感谢的奉献 还有 加略人犹大 找的这个机会 是来出卖 耶稣给两个人 同样的机会 玛利亚选对了 就是悔改机会 加略人犹大选错了 那你跟我如今 找的机会是什么 那现在耶稣 给我们的机会 又是什么 我们要这一周 好像是我跟 耶稣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机会 能够跟耶稣在一起 正确的明确的选择 怎么样花你的时间 如果我们还没有悔改 所犯的罪 让我们抓紧这个机会 悔改 让我们祷告 天上的父 我们谢谢你 给我们这机会 这时间 能够想到 所有耶稣基督的苦难 不仅如此 还有耶稣给我们的机会 通过耶稣经过的受难 天父上帝 谢谢你 能够让耶稣基督 来到世上 就是要给我们生命 这个礼物 请你让我们接受 这个永生的礼物 让我们与你同行 因为我们是已经应当 有成熟信心的信徒 天父上帝 请你帮忙 我们通过这苦难中 把我们心中的怀疑 我们在心中有种子 就是不顺从的 不满的种子 黑暗的种子 懒惰的种子 自私的种子 恨人的种子 这些种子 我们祈求你 天父上帝 能够通过耶稣基督 流的宝血 能够洗清 所有我们心中 这些恶种子 天父上帝 我们来到你面前 求你能够洗劫我们 原谅我们 谢谢你的恩惠 付我主耶稣基督的 受命祈求 阿们 让我们感谢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